令草编织是苗栗县苑里镇的百年工艺 三角国小透过广达文教基金会设计学习计划 结合了令编文化 花了一个学期推动令类课程 由学生担任设计师阿嬷来扮演工艺师的角色 这祖孙不但是携手来创作 还联手在百年的日式建筑规划成果展 设计师亲自为您导览 从令类发想设计到创意等三大展区 详细说明创作理念 三角国小的令类课程和老派 以苗里镇百年工艺令草编织为主题 学生扮演设计师阿嬷担任工艺师 朱孙新手合作 就是可以学会编令草 然后我们一般上课都在就是看书本 然后去 然后这次的活动就是讨论 没有课本 没有课本 就是让我们想 想要做什么 然后再把它设计出来 阿嬷每个礼拜路班教学 对于花样很多的设计 起初还觉得是被找麻烦 而经过了一学期的磨合 美丽又实用的作品 令人惊艳 像这些东西我都没有做过 她说要收纳盒 我什么是收纳盒 我都没有做过 参考一直参考要怎么做怎么做 跟小朋友在一起研究 很有趣 山脚国校首次参加广达文教基金会设计学习计计划 就连展场的布置全都由学生一手包办 从同理心开始发想 然后去定义问题 然后去做发想 然后产生原型 然后再去做测试 不断的这个讨论 跟形塑的创造发想的这个回圈 能够在小朋友的同裁间能够发效 那同时也把我们热林的在地的工艺师 一起纳进来 大家一起做在地的传承 展场百年日式建筑作品百年令草工艺 学生所操办的三角令 祖孙琴学习成果 将传统融合了创新 令人看见祖孙共学 令类共好